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约书雅的任务却还没有结束 约书雅知道各个支派都引颈期盼 等不及要前往他们的产业了 但在这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我们要先带着感谢的心来回顾过去的成果 感谢天父与我们同行 让一切都成就 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书雅记第十二章 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及杀二王 得他们的地 就是从雅嫩谷直到黑门山 并东边的全雅拉巴之地 这二王有驻西石本 亚摩利人的王西红 他所管之地是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和谷中的城 并激烈一半 直到雅门人的境界 亚伯河与约旦河东边的雅拉巴 直到基尼列海 又到雅拉巴的海 就是沿海 通伯耶西默的路 以及南方 直到皮斯加的山根 又有巴山王二 他是利法因人所剩下的 住在雅斯塔路和以德来 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 萨迦 巴山全地 直到基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 并激烈一半 直到西石本王西红的境界 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 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 耶和华仆人摩西 将他们的地赐给吕汴人 加德人 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 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 他们的地 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 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 约书亚就将那地 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 分给他们为业 就是赫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叶布斯人的山地 高原亚拉巴 山坡 旷野和南地 他们的王 一个是耶利哥王 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 一个是耶路撒冷王 一个是西伯隆王 一个是叶末王 一个是拉吉王 一个是伊基隆王 一个是基瑟王 一个是底壁王 一个是基德王 一个是荷尔玛王 一个是亚拉德王 一个是利拿王 一个是亚杜兰王 一个是马基大王 一个是伯特利王 一个是塔普亚王 一个是西弗王 一个是亚弗王 一个是拉沙龙王 一个是马顿王 一个是夏索王 一个是深伦米伦王 一个是亚沙王 一个是塔纳王 一个是米吉多王 一个是基蒂斯王 一个是靠近加密的约念王 一个是多尔山刚的多尔王 一个是吉甲的哥印王 一个是德撒王 共计三十一个王 其实当初以色列攻下 约旦河东的亚摩利和巴山 也是约书亚率兵亲上前线 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些功劳 揽在自己身上 因为他知道 军队会胜利 全是因为摩西的祷告 和天赋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 有谁也常常在背后 为你撑腰 为你祷告吗 鼓励你 千万不能轻看 他们对你的爱哦 因为他们带给你的帮助 远比这地上的一切都更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纪念每一位 在我背后默默守望的人 也感谢你 垂听他们的祷告 成为我生命中的力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门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